我叫李志华 我是一名励志讲师 在我出生一百天的时候 因为火灾我失去了双臂 我可以用我的脚 穿针引线 写字 画画 还可以开拖拉机 还可以用我的脚 照顾我的宝贝 那么我觉得 我的脚就是我的手 我最想给大家带来的是一种 妈妈的幸福和力量 因为我认为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与生俱来 就带着一种能量 可以去创造自己 所要的那种幸福和力量 本身我是不完美的 有了老公 那么有了我可爱的儿子 是他们让我更幸福 让我感受到了 生活原来如此的美好 每一次都在徘徊不能更坚强 每一次就算很受伤 也不闪雷光 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 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 追逐的年轻歌声都漂亮 我终于翱翔 用心凝望不害怕 哪里会有风就飞个圆吧 天心的翅膀 让梦航久的天长 留一个愿望 让自己想想 留一个愿望 有时候歌声不是用声音和节奏来定义的 我觉得这是我听到过的 最恰入其分的一首歌 我一直都认为 我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人 那么尤其是有了宝贝之后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 特别幸福的妈妈 在她两三岁的时候 每一次我跟她出去 别人都问我说 你的手怎么了 这个时候我都会跟别人解释 我说是火灾把我烧伤的 但是我的宝贝 每次她都特别不开心 她说不是火烧的 是妈妈的手长在我手上了 宝贝 妈妈的手在哪里 妈妈的手呢 在这儿 你给妈妈长一颗 谢谢 我爱你 其实在世人内当中 好像你失去了双臂 但其实在你儿子的眼中 妈妈是最完美的 我的妈妈必须是这个样子 我们的妈妈就应该这个样子 其实在我怀宝宝 六个月的时候 医生告诉我说我的孩子 脑子里面都是水 没有大脑 就是全是囊肿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 第一反应是绝望 我就想说老天爷对我的考验 到底要到什么时候 然后就哭 我真的发自内心地 舍不得我对孩子 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说 可能我可以不在 但是我的宝贝一定要在 所以我就每天的祈祷 祷告 然后用一种非常正向的思想 跟我的孩子交流和对话 那么一个半月之后 医生告诉我说孩子健康的 那么现在包括我的宝贝 我现在每当看到他的时候 我都感觉特别地珍贵 我觉得每一个生命 都是那么地美好 我觉得有可能未必是医学仪器的问题 而是妈妈的爱 真的有可能改变自然的规律 意念 我相信会改变很多的事情的 母亲的意念 母亲的伟大 会的 你把你脑 儿子 医生所说的 你儿子你脑子里有水吗 全被你哭出来了 老天爷还给你一个健康的儿子 说真是 你是很坚强的 我觉得世界上任何超不过任何东西 就是最怼大就还是母爱 真是的 其实刚才他们三个那个画面 一站在一起 让人感动得心跳加速呢 尤其那孩子 在这母亲胳膊的时候 那个绑币绑的时候 太幸福了 太美好 《隐形的翅膀》这首歌 今后可以成为你们家庭的主题歌曲 别人就没有资格再演了 谢谢 谢谢 隐形的翅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